现在是11月29号早上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震荡 走高性的行情 有接近300家个股市涨停的 现在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政策不止行情不止 尤其进入到11月份 我认为一个是公募本身 我们所说打响了基金的排名站 这七七二 油字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不仅是重组概念也好 包括其他题材也好 等等的形成一定的反弹 尤其是小盘成长小盘价值 也就是我们近期重点强调的 政策大台题材这程序 那么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晚间欧美市场表现 以及消息面的情况 道琼琼上涨0.65% NASA主上涨0.26% 标牌指数上涨0.27% 英国德国法国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昨天恒生指数微涨0.04% 值得一提的是 昨天中概股形成大幅的上涨 达到4.67% 中国资产再次崛起 回到A股市场上 对于今天行情怎么来看 其实我们在昨天早评也重点强调 本周就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周 首先从量能上 我们看到昨天形成一个增量 两市加在一起是1.9万亿增了900多个亿 同时我们看到从政策面上 10月4号到10月8号要召开人大会议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昨天整体涨榜靠前的 我们看到像房地产板块上下游 尤其是钢铁 建材 家具用品 房地产 这都是相应的化债概念股 以及下周的一些政策的预期 对不对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 昨天像酒店餐饮 像酿酒板块 这都是属于基金持股的 尤其在昨天我们看到 农民牧鱼方向也形成了一上行 这其实也是属于机构公募资金的回补方向 要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在昨天也重点强调过 从资金面上主要是什么 公募的资金目前正在进入到一个上升的拉升期 什么意思 也就是不管前期的像半导体也好 包括像光伏也好 还有像医药板块也好 以及我们看到像酿酒 对吧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像农林牧鱼等等的 这些都是什么公募主要食权的方向 那么私募方向是什么 主要是以涨停板的方向来进行的 昨天两时加在一起 我们看到有接近于300家是涨停的 涨停潮已经是来临了 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阵地站 守好自己的阵地就可以了 不要轻易的动 也不要轻易的检擦和下车 目前的市场11月份的翻身仗已经是来临了 而整个市场的波动包括梯次像截梯一样一步一步的上行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推升拉涨 而不要现在看指数现在好像没有突破三六七次很多的一些板块和个股 已经创出了10月8号的新高 我们在进气墙那是什么 重板块 重个股 轻指数 对吧 所以在这个阶段还是那句话 不要预测指数了 政策不止 行情不休 对吧 那么为什么昨天仍然形成上行 对吧 上一周我们看到冲高回落冲高回落 昨天是什么 走出一个光头阳线 这就说明什么 行情不休 是不是 所以说下一个观察的时间节点 我们仅仅看一下 在下周五十月八号 有没有官宣重磅的利好消息 现在仍然适合公务 还有私募的操作 以及近期我们积极乐观的看多 所以说对于下一期的 我是积极乐观的看多